網上戰鬥中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志宇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到一個天外飛來橫廓 甚至有可能導致女機車騎士 賠上自己的職業生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從這個車禍案件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因為在台北市有名駕駛 他之前開車經過南港的時候 疑似是太過疲累了 疲勞駕駛的狀況之下 讓他先撞到了旁邊人行道邊的天橋樓梯 接下來他的車尾就掃到了 另外一名女機車騎士 這名女機車騎士因此被壓在下方 動彈不得後來送醫治療 但其實這名女機車騎士 他的職業非常特別 是一位女芭蕾舞者 而且跳舞的時間非常久 已經17年了 被這一次的車禍意外 有可能影響到他未來的職業生涯 開在馬路上卻要走不走的 最右邊這輛灰色轎車 一下減速一下又衝 怎知這是衝過去碰的一聲 他一頭撞上人行道旁天橋樓梯 卻這麼剛好 一輛機車從左側經過 慘被車尾掃過 喘禍的車右側車身嚴重毀損 至於被波及的機車 直接被車輛壓住 車殼破裂碎片四散 車體也扭曲變形 女騎士受傷嚴重 緊急送醫 她都要睡著然後治狀 然後因為治狀之後 衝擊力變成甩尾 去甩到那個女生 車禍地點 在台北市南港一所國小前 被撞上的樓梯欄杆 直接往內凹了下去 48歲的料性駕駛 疑似前一晚熬夜 19號下午行進向陽路時 自稱開車開到睡著 直到撞車才驚醒 怎知車往外彈 波及從左邊經過的 陳姓女騎士 自我公稱說 她開車不小心就睡著了 有一個碰這樣子的一生的時候 她才醒過來 受傷的25歲陳姓女騎士 其實是名芭蕾舞者 從小學跳舞跳到現在17年 已經當老師5、6年了 當天也是要去教科的路上 這次車禍 右腳嚴重骨折 也讓她相當擔心 舞蹈生涯恐怕受到影響 趙氏撂心駕駛並沒有酒駕 對車禍撞傷人一事相當自責 警方也提醒精神不好就別開車 畢竟這一狀對舞者來說影響之大 復健之後還能否站上舞台 目前不敢去想 他就睡了就等同 就是我覺得跟酒駕就差不多了 TVBH 王金磊關於泰寶島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空氣品質 尤其昨天晚上的時候 很多台北市的居民都說 這個空氣聞起來是不是不太對勁 不但有這個濃濃的膠味 甚至聞起來就是有一種燒塑膠的味道 讓很多人都覺得邊聞 就覺得頭非常的痛 但是今天我們要先帶來 還原整件事情的事發經過 其實從一場火災開始 深坑出現了火災 而且這個地點就在深坑的工業區裡頭的 中華大雄公司地下室 這個火勢蔓延的非常快 從地下室一路的往上燒 當中有非常多的易燃物質 包括是紙張還有3C產品 最讓大家特別覺得驚心的 就是裏面有7000顆的鯉電池 燒了將近4個小時 雖然這個火勢是一度的撲滅 但是不斷的復燃也讓消防人員覺得非常頭大 工業區發生大火警消到場時 火勢不僅全面燃燒 還往上蔓延到整棟三樓高的建築物 只看到現場地上鋪設滿滿的水線 消防隊員都得壓低身子不斷搶救 火勢猛烈這場景 不僅高速公路上面的民眾募集 就連好幾公里外的民眾 從住家頂樓都可以看到 濃煙像是一條黑龍往空中快速移動 他們現在在前面排煙 你們後面有那個出入口嗎 消防隊員涉水後 水氣也逐漸擴散 在場的人員趕緊出動排煙設備 只是這把火從白天一路燜燒到黑夜 為了滅火 消防隊員出動小山貓 將可能燃燒的雜物 全部清理搬運到街頭 也不斷灑水降溫 可是現場溫度還是很高 20號下午2點多 民眾報案深坑工業區 中華大雄公司地下室著火 燒著燒著一到三樓也起火 火勢將近四小時熄滅 燃燒面積大約1000平方公尺 由於現場堆放大量紙類 3C產品藍牙耳機 有的商品還有鋰電池 數量約7000顆 結果火勢熄滅不久又復燃 對 它鋰電池就是它可能 一開始就是會有熄滅的狀況 然後在化學反應之後會再復燃 雖然沒人受傷也沒住戶 不過警銷還是徹夜守候在現場 只要隔天一早 民眾上班還是可以看到白煙 公司負責人非常低調 你們是做什麼樣子的產品 才剛過完年開工不久 倉儲使用的地點被火吞噬 負責人和員工想必心情不好 但這把火不止燒了他們心灰意冷 發出了惡臭也讓附近居民 臭得更不好受 TB新聞綜合報導 這一場大火真的讓全程遭殃 尤其我們說的就是台北市了 這個火勢呢 雖然從下午一路燒到 這個接近傍晚的時候 但是突滅沒有想到當中的惡臭氣味 連連續讓很多的台北市的居民 都說完全受不了 甚至到了晚上的時候 包括是新北市的新店永和 還有台北市的文山區 都能感受到這一股濃濃的氣味 甚至這樣子的殘留廢棄的狀況 也瀰漫在巷弄之間 很多的民眾都說受不了之外 也認為說相關單位 像是市政府 怎麼沒有做任何的反應呢 有民眾等不到台北市長 蔣萬安的說明 乾脆到臉書上去灌爆 直接說市長是比賽了嗎 還是你要到明天看報紙才知道呢 而面對質疑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承認說 的確有改善空間 要學童戴緊口罩別亂跑 台北市長蔣萬安一早特別增加 形成市場木炸國小 因為前一天生坑大火 臭味瀰漫整個文山區 國小居民還以為家裡電器著火 還是有毒物質被燒出來了 市府到底有沒有監測到 代澳新以及孵化氫等等 污染物的數據呢 市長一大早甚至凌晨的時候 就在問隔天我們的小朋友 是不是不能在外出 在這個戶外上課 是不是要做什麼應變措施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慌張 明代抱怨電話接到手軟 但就是怎麼也得不到 市府的回應 不少市民直接湧入市長蔣萬安的 臉書算市長鼻塞嗎 也有人問他是不是還在睡 新北市長侯友宜的臉書 也被留言 市長是不是要隔天看報紙才知道 所以在昨天晚上 就先宣導我們民眾 注意這樣的事項 一時間我們在 對外說明的時候 確實可以做得更快 這個是我們會來同監解的事 坦言還有進步的空間 會徹底檢討 但里長卻當面說 要檢討的還有這個 他有做手持的監測空氣品質 但是他測出來都是零 都沒有污染 我想說 是不是以後那個儀器 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到錯位 但是並不代表說 他空氣品質不符合標準 搬出中央檢測數據 還拿出監測器 台北市強調 通通都在安全範圍內 而新北市這麼說 隔壁的新北市 說空氣品質今天已經恢復 只是這樣的訊息 如果能更及時的給民眾知道 身在一日生活圈的雙北市民 也就不用這麼提心吊膽 到臉書留言 TVB新聞 副電話市協議員 華盛頓 韋佳 企業職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而現在大家很擔心說 兩岸當中有沒有可能衝突再度升級 而當中非常關鍵的導火線 就是要看接下來 這個陸船越界事件如何妥善處理 之前我們為你報導這個事件 說當時在這個船上有四名的漁民 而且當中兩名漁民是不幸身亡 另外兩名則是驚險的活著 但是他們回到大陸之後 面對這個媒體的採訪 他們也還原了整件事情的事發經過 他說其實當時出海沒多久 海巡隊員就朝著他們衝擊過來 而且也說了 如果在今天沒有衝撞的話 船怎麼會翻呢 直指其實就是海巡惹的禍 但是其實現在 海巡署也回覆說 當時是一個高速巡航的狀況 到底有沒有衝撞呢 還需要影像來做解釋 我們也不想到他衝過來 大家沒抵擋我們的船 我們也不知道 回到大陸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申還漁民還原事發經過 漁民說當時什麼事都沒做 台灣海巡人員就直接開過來 四個人落水 只有兩個人上岸 哽咽落淚 只說平安回家就好 針對指控金門地檢署 做出回應 那目前這兩個人的部分 都已經調查完畢 這兩個人也都表示說 對海巡隊的執法程序 並有意見 檢方澄清整個過程 這兩人都沒有任何意見 但事情經過完全無法蒐證 被質疑掩蓋真相 海巡表示 當下只有四名海巡人員 由於巡防艦 沒有配備監視系統 追逐過程中劇烈晃動 很難維持平衡 才會導致沒有蒐證 但也強調不影響 事件真相的始末 只是海巡的聲明 還提到這點 但事發當下 海巡就提到對方蛇型巨檢 追起過程不勝落海 隻字未提 兩船有接觸到 更讓人懷疑 為何第一時間不說清楚 面對詢問 海基會經貿處長 和海巡署副署長 都不願多做回應 不過事發經過 到底是怎麼回事 各界都想知道答案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金門廈門這遙遙相望的 短短5公里的距離 到底會不會變成兩岸當中的衝突引爆點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好奇 尤其我們從這次的事件來看 時間就拉出來 包括是在2月14號的時候 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中國大陸的三五艇 就是闖進了金門海域 翻覆也造成了兩人死亡 當中過了4天之後 大陸的驚嚇海域 開始執行常態性的執法巡查 到了19號 中國大陸的海警 甚至強制登陸了我們的郵輪 進行領解 這就是出日號事件 到了20號 也就是昨天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海間船 也闖進了禁止還有限制的水域 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中國大陸跟台灣 雙方的緊繃情勢 似乎是一觸即發 但是其實在這麼緊繃的狀況之下 還能看得出來 包括台灣 包括中國大陸 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 都是盡量低調 而且克制就是很擔心擦槍走火 不過這樣的狀況 其實美方也注意到了 白宮國安國際SORRY們就說了 為了要維護和平穩定 反對任何一方 包括中國大陸 包含了中華民國 採取任何破壞和平穩定的行動 再來我國的國防部也說了 要求金房部海軍 模擬任何可能的衝突樣態 做好衝突支援的準備 也是很擔心說 其實現在各界都非常擔心 會有擦槍走火的情況 所以國防部的觀點來解釋的說 控管風險就是當中 非常重要的任務了 但是國防部也特別強調說 在軍力部署上 是沒有提升情況 但我們來看到其他的專家怎麼分析 像是國防大學的教授馬正坤就說了 目前從這樣子的 中國大陸常態化巡檢的狀況來看 大陸把台海內海化 要落實管轄權的情況 已經非常明顯了 雖然說他認為說 其實中國大陸並沒有意圖要 採取任何的軍事行動 但是控管風險還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520前後 當然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時間點 賴銷勝選之後 其實大家會特別想要關注的是 這個未來的賴政府怎麼做 聽其言 關其行 他認為關其行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重點 再來我們來看到淡大的助理教授 馬準威他是怎麼解讀 他說在520過後會有新冷核 他怎麼來解釋新冷核這三個字呢 就是穩而不安 不安一點的狀況 其實恐怕會持續的拉長一段時間 但大致上雙方都還是比較克制 比較穩定的一個情況 他這麼來解釋新冷核 但是未來會不會擦槍走火呢 機會恐怕要變大 但其實以現在中國大陸 跟台灣的觀點來說 台灣是希望盡量克制 但是中國大陸雖然在克制當中 也希望我方給出一些 最新的試證 還有最終的調查結果 而且現在大家更想知道的是 當時海巡艦艇要去領解 這個中國大陸的船隻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刻意的去衝撞對方的船身 正在這件事情 這個海委會的主委 管閉裡最新的聲明就澄清說 其實並沒有刻意隱瞞 在前幾天就已經揭露 大陸漁船越界捕魚 遭海巡查棄時船身翻覆兩死 死者家屬抵達金門 不同意遺體火化 對真相存有疑慮 同仁在高度專注維持平衡 及準備強靠登檢狀態下 致該名負責搜證同仁 為其拿取搜證器材盡期收證 在高速追逐狀態下 船身桌次接觸 海委會主委管閉齡 臉書PO文澄清 海巡沒有隱匿動機 而且兩天前就揭露 此案受第三人責任險的保障 或有第三人責任險 就是代表有碰撞 這也是基本常識 因為沒有媒體來確認 導致誤解產生 我們完全不想看 一個隱瞞在北京的行動 我們正在監視 我們繼續推薦 保障 並無法改變 就怕兩岸關係更緊張 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重申 反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情勢如何演變 外媒也高度關注 韓聯社報導 往年台灣在台灣海峽設立禁區 阻止中國船隻進入 大陸對此睜之眼閉之眼 如今無法再容忍 中共勢必趁此機會 將台海內海化 這也將是520上台的總統賴清德 面對兩岸關係的最大考驗 他不會升級成所謂的軍事通途 也是因為中國他派遣的是 所謂的海景 中國末世台灣管轄權 開始在京夏海域常態化巡查 外媒路透社報導 大陸將賴清德 視為危險的分離主義者 漁船翻覆事件 恐怕讓兩岸局勢再整溫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 有人說未來的戰場就在太空上頭 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甚至美方透露了消息說 未來俄羅斯很有可能 就把戰場射進在太空上頭 怎麼一回事 彭博社就報導說 其實現在美國警告盟友說 俄羅斯最快在今年 就會送核武或是模擬彈頭上太空 如果這個太空武器 真的在太空當中引爆的話 恐怕會影響1 3分的衛星 等於說地面上的通訊 有可能因此破壞 而且如果真的把這個太空武器 送上外太空的話 就會違背了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 不過雖然說留言一出 俄羅斯依舊是抱持著否認的態度 像是普京怎麼說 他說一貫是堅決反對太空部署核武 而俄羅斯的國防部長蕭伊古也說了 其實並沒有相關計劃 而且點名說 美國非常清楚 但是其實對俄羅斯來說 他們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可以在整個烏克蘭的戰場上 獲得更多的勝利 像是普京也打算要趁勝追擊 打算在攻佔阿富迪夫卡這個重要的城市之後 他要進一步的深入烏克蘭 他自己本人也親自這麼說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未來在俄羅斯的戰場上 還有烏克蘭的戰場上將會更加激烈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其實過去大家會認為說 其實攻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武器 大部分都從北韓而來 但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來看到 北韓的武器到底是打哪來了 現在英國衝突均被研究所有最新的調查 他們去調查了北韓飛彈290個零件 發現有將近7成5是來自了美國企業 而且16%來自了歐洲企業 剩下的9個百分點是來自亞洲企業 而且如果你從這個源頭來追溯的話 可以看到是包括美國 中國 日本 德國 荷蘭 新加坡 還有瑞士及台灣總共26家公司 雖然說沒有辦法證明說這26家公司 還有這一些的這個零件提供處 其實不是故意的輸出北韓 但還是被拿出來被作提醒 而且其實現在他們也認為說 這代表說北韓其實建立了個 非常強大的武器的採購網絡 才有辦法支撐這樣子的一個 國防工業還有武器的發展 再來關注到北韓要來看到他的車 我們都知道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是一個車迷車癡 他只要看到這個名車都會非常開心 而在今天他也收到了一個大禮 而且這個大禮是從俄羅斯來的 北韓官媒報導 領導人金正恩收到普清送來的大禮 普天 羅西亞大統領 金正恩 國務委員長 羅西亞山全用勝用車 賬物的案件 外界推測的車型應該是 俄羅斯高級車品牌 又被稱為俄羅斯的老斯萊斯 因為去年訪問俄羅斯 金正恩就對普清的總統坐車感到興趣 愛車出名的金正恩顯然會喜歡這份禮物 北韓跟俄羅斯關係越靠越近 這個月還開放俄羅斯人到北韓旅遊 首批旅客到訪 北韓特地鋪上紅地毯迎接 首次訪問北韓的俄國遊客 有機會一窺這個神秘國度 覺得很新奇 這批遊客是從海參威搭乘北韓唯一的航空高麗航空 飛往平壤 可見北韓和俄羅斯雙方都有極大意願加強交流合作 TVBN新聞綜合報導 美軍是持續在中東希望可以展示他們的威責力量 但似乎是成效不彰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了 就是美國的兩名官員證實說 在鴻海的周邊城市河台達這邊 在2月19號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無人機MQ-9型的無人機 是遭到了今年運動地對空的飛彈來擊落 而且到底是不是處於國際空域這件事情還要進行調查 但是如果從次數上來說的話 已經是半年之內的第二次 但是這架無人機到底有多厲害 其實根據國會研究處的報告 他們發現說這一台無人機光是造價 其實就要將近新台幣10億元 而且如果是賣給外國的話 其實當然就更貴了 就來到了這個將近30億的台幣起跳 所以當然是非常的昂貴 而且這也是全球第一架首架的長時間 進行高空偵測任務而設計的一個無人機 而現在在去年11月也被擊落一架 等於說半年之內有兩架就被擊落了 而且時間再往前推 在2019年也曾經被擊落兩架 所以這件事情會不會因此造成中東情勢的再度升溫 而讓美軍還有這個燕門的叛軍組織有更多的矛盾 其實還是希望雙方可以再度克制一點 因為現在以哈衝突持續的 依舊沒有任何停火的解方 像是以哈衝突當中 第一個缺乏了醫療用品跟燃料 所以相關人士就說其實醫院根本就是目的 因為沒有辦法進行任何的手術 還有任何的救援行動 還有在街頭也是亂象擺出有很多的暴徒到處搶劫 你要怎麼發人道物資其實也都是非常困難的 而這個英國的威廉王子其實也是一個爸爸 他看到這個狀況就覺得很有感觸 他說了只有這個面對大規模的人道苦難時候 才會意會到永久和平的重要性 也喊話說希望以色列跟哈馬斯都可以盡快的結束戰爭 但是以色列還是認為說絕對要堅持到底 他們再次喊出了這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說是除非134名人質悉數獲釋 而且哈馬斯被殲滅 否則戰爭依舊無法劃下句點 而現在在聯合國上 大家都很希望說美國是不是有動作 但是美國三度否決了停火決議 甚至在加薩地區也出現了記者被轟炸的場面 主觀鏡頭記錄下 這群穿著防彈背心的記者拼命狂奔 他們背後不斷傳來槍炮聲 我們看到他們的狀態 我們看到他們的狀態 狀態的狀態 狀態的狀態 我們看到他們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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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難的是巴勒斯坦的記者 他們用鏡頭記錄下 以色列軍人朝他們開槍 其實就在同一天 以色列軍隊還在北部的戈蘭高地 進行坦克實彈射擊演練 以軍似乎在為下一波行動進行準備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也說 在奪回人質之前 他們的軍事行動不會停下 彷彿是為以色列的行動做擔保 美國在20號的聯合國安理會上 再度動用否決權 阻止立即停火的決議草案 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 通拼美國的態度等於默許 以色列繼續屠殺加薩人 是魯莽和危險的決定 我們非常承認 那一個決定 沒有承認 雖然有很強的支持 13.5年 你能夠說近14個的支持 我們要求拜登 和美國政府 用了他的大力的支持 制裁 制裁 泰坦雅虎政府 制裁 這是以色列和哈馬斯 爆發衝突以來 美國第三度動用否決權 美國的決定 也註定讓加薩之亂繼續下去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馬斯克真的非常厲害 他似乎實現了很多大家 往往都在科技電影當中 所看到的情節 最新的創舉是什麼呢 就是他旗下的神經新創公司 在上個月底就幫第一位人類 進行了植入大腦晶片的手術 而且現在時間一久 開始慢慢的有更多的資訊露出了 就是病患似乎已經完全康復 而且可以透過他的思考來操縱滑鼠 但是現在相關的人士 還是在更多的監視說 到底可以用滑鼠做出更多複雜的動作 還是他們希望可以達到的 但是針對這一項的手術 還有他任何的資訊 基本上這家公司 還有馬斯克本人是沒有透露太多 但其實這樣的手術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話 會不會想做的呢 因為其實看上去蠻恐怖的 像是他們的2024目標來說 是開始為人腦植入晶片 他們要尋找的是四肢癱瘓的患者 進行第一波的臨床試驗 切削你的一小塊頭骨 然後再植入一塊硬幣大小的晶片 接著人腦跟晶片就可以互相連結 當人腦跟電腦相連的時候 這個癱瘓病人就可以靠他的意念 來控制手機或是電腦 以現在他們的觀點 還有他們的做法來說 就是可以針對意識來進行滑鼠的控制 但是當然了在腦中植入晶片 可能大家還是覺得蠻驚悚 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為的 但未來只要戴上戒指 你有辦法執行很多複雜的動作 三星上個月在加州的產品發表會 影片最後公布大彩蛋 暗示他們開發的智慧戒指即將問世 官方沒有公布太多細節 只表示這款智慧戒指擁有大量的感測器 可以更簡化方式幫助佩戴者在家管理自己的健康 另外蘋果也傳出他們將推出智慧戒指 相關設計圖已經在網路上曝光 蘋果已經申請多項專門利用在智慧戒指的專利 功能可能跟已經問世 由芬蘭設計的AURA ring相當類似 不僅能收集心跳 呼吸率和睡眠數據 最新第三代還可以測量體溫和月經週期 透過藍牙傳輸到應用程式來監控健康 而且充電一次就能維持一整週 AURA is amazing It gives your body a voice 根據彭博社報導 隨著三星和蘋果的投入開發 智慧戒指將成為下一個3C產品的新藍害 TVBet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買房子跟買菜一樣的場面 而且買主是誰呢 就是馬雲的太太 根據新加坡的媒體商業時報就說了 馬雲的太太張英在新加坡一連買了三棟街屋 大概花了是4500萬到5000萬的新加坡幣 換算成台幣就上看了接近12億這麼多 這麼大手筆其實也讓大家覺得 哇 真的是買房子跟買菜一樣 但是他為什麼會被發現買了這些房子呢 其實張英他現在已經是新加坡公民了 而且在1月5號的時候 已經成為了三家的私人公司董事 結果大家從相關的數據還有資料發現說 其實他擁有了市中心熱門的餐飲地段 也就是達士敦路的街屋 但是其實在新加坡的街屋真的是非常值錢 大家可以想像到就是跟台灣的這種聯動透天有點像 但是他見的時間更早 而且更有所謂的歷史氛圍 像是這種新加坡的街屋老宅 大概是1840年到1960年的殖民時期 當時有很多的商人發財之後發達之後 其實就蓋這種連排建築 大概有兩到三層樓 一樓是商鋪專門做生意的 而他們就住在二三樓的這樣子的狀況 過去當然非常有歷史意涵 還有商業意涵 但現在來說已經變成了小資高級生活的一種象徵 等於說要夠有錢才有辦法買掉這種街屋老宅 但是在去年8月的時候 在新加坡當地發現說有很多的中國大陸的公民 專門跑到新加坡買他們的房子 爆出了洗錢醜聞 也讓這種公共的街屋被查封 也讓市場大幅的降溫 而且有很多都是有出售情況 但是要買到這樣的街屋真的荷包又夠深 因為真的好貴 像是每平方公尺大概是5500新元 換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每平就要445萬 如果你跟全球最貴的購物街 就是曼哈頓的第五大道來比的話 哇 幾乎是兩倍的價錢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馬雲一家 真的是口袋有夠深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在去年 有上車了的AI的晶片概念股 相信有上車的人應該口袋也蠻深的 但是到了2024年大家還看好AI嗎 或許AI在今年有機會實現落地發展 但是從美股的表現上來看 似乎有熄火的趨勢 不管是動物人物還是古蹟這些影片 都不是真的 這是OpenAI計劃推出的新功能 SORA只要輸幾行字就能夠生成影像 當中一家人說一家人說 一個人在海邊的旅行 上海邊的旅行 跟不同的動物 當中一家人車載的旅行 跟機械相機的視頻 虛幻情节栩栩如生 当然也能卫造真实存在的人物 这都挡不了AI的热潮大爆发 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还有AI晶片龙头回答 回答预计台湾时间周四凌晨盘后 公布去年Q4的财报 尽管外界人相当看好营收表现 但是美股大盘却唱反调 周三美股三大指数纷纷下跌 跌幅从0.1到接近1% 回答股价重挫超过4% AI概念股的好日子到头了吗 有女股神之声的方舟投资 执行长伍德今年就出新 手上450万美元的回答持股 原来外界认为竞争对手英特尔 可能迎头赶上 还有美国各大企业都在发展自己的AI 撼动挥达独尊一家的地位 另外大环境也不佳 美国通膨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种种利空都让投资人心情不足 导致美股大跌 体会员 撞不倒 俄罗斯的反对态领袖纳瓦尼 在北极流放地猝势 现在身上不但有出现疑似 这个被不论是救援或是虐打的伤痕 现在相关都还是希望可以找到真相之外 最近消息是英国已经宣布 针对这个俄罗斯的北极监狱 6名的高阶主管祭出了制裁措施 另外欧盟也通过了对俄罗斯第13次的制裁名单 总共有200个团体跟个人 都被列入了这一次的制裁名单当中 再来镜头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南韩 尤其在南韩现在面临到一个紧状 窘境就是有高达5成以上的手术 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因为现在在南韩出现了医师的离职罢工潮 尤其以现在来说 全国100间的实习医院当中 就有8000多名的医师 将近9000名的住院医师集体辞职之外 比例也超过了7成之多 南韩医疗风暴越烧越烈 全国100间实习医院 有超过7成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集体提出离职 根据韩联社报道 这8816人中 已经有7813人未到班 而南韩全国大约有1.3万名住院医师 95%都在这百间医院工作 受到集体请辞离港的影响 就怕开天窗 熟人五大医院被迫取消 三到五成的手术 癌症病患怒批 这是要他们的病情恶化吗 不止如此 有将近9000名医科学生 集体提出休学 拒绝上课热潮 跟着一起蔓延 对于这个攸关百姓生死的风波 南韩总统以席越记者会痛批 南韩卫生福利部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700多名医生 必须返回岗位 否则将吊销衣食执照 除了下达复工令 南韩政府也提高 紧急诊疗报酬金额 以及住院医师业务的 医师补偿金等 试图降低罢工所造成的影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 美国的联合航空当中的一架 波音757200型的客机 是出现了状况 大家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是这个飞行途中 右侧机突然出现了破损情况 也只好紧急迫降 飞机准备滑向停机坪 只是窗外看出去 地面却有不少紧急车辆正在待命 接着还有穿着橘色背心的 机场工程人员 爬上扶梯视察机翼 仔细看原来在飞机的右侧机翼上 是出现了一条数十公分长的裂缝 原来这家航班是美国时间19号 从旧金山出发 准备飞往波士顿的联合航空航班 没想到飞机在起飞后不久 突然出现剧烈摇晃 而坐在飞机右侧的乘客克拉克 他就拿出了手机往外拍 才发现原来飞机的机翼 已经出现裂痕 而且透过画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 机翼内的填充物 还在强风中是不断的晃动 还好这起意外 没有影响飞机的飞行 不过机师还是很快宣布 航班将会转降到丹佛机场 而机上165名乘客 最后都是平安落地的 联合航空表示出现破损的是 前沿凤役 不过裂缝出现的原因 目前还在调查中 不过这个消息 相信波音公司是绝对不想听到了 因为其实现在对波音来说 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度过的关卡 尤其是新加坡航展当中 这一次他们也没有派出 任何的大型客机 来参与这一次的展业 还有新加坡航展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其实在这一次 中共在新加坡航展上展出了多款 曾经扰台的军机模型 因此也引发了非常多的好奇 但是当中有一件事 让他觉得比较尴尬的事 但我们的台湾记者 想要拍摄的时候 还一度的被阻拦 中共在新加坡航展的户外展区 只有这一架5值10ME 也是他首次到国外来展演 而我们的国防部 2022年5月就曾揭露 直时曾经穿越台海中线绕台 号称中共版阿帕奇还摆出 包括天燕石空对空飞弹 CM502KG空对地飞弹 我直时判抢下更多国际订单 而说到共军绕台的机型 场内有这些模型 空醒500 直久运久的模型 一字排开20系列的运20和歼20 还有被预测可能上福建号航舰的 攻击11无人机等模型摆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 所谓的simulation的系统 或模拟飞行 飞行员训练学校 我个人会研判 现在的一个中国 它会走的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从硬体软体人员 培训一条龙的方式 只是大陆厂商看到台湾媒体 不愿多谈 例如这一家航天时代飞鹏 研发出的 说能垂直起降的无人机FP981C 直接上前关切 记者是否为台湾媒体后 一度试图阻挡拍摄 地点不在珠海 在新加坡航展知学者 也观察对岸厂商 此次采取这策略 因为就无人机来说 重点是所谓的UAS 是System 系统这一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一次 除了这一些大型的军火商之外 也有很多是系统商 甚至是一些感测的 一些仪器的厂商都有过来 不过面对对岸无人机产业的蓬勃发展 台湾厂商强调不对称作战路线 例如这一家企业 展出的无人机侦测和干扰系统 其实我国军在金门营区已经建制 目前来看的话 有捷克的国防 国家法人机构 来跟我们联系 印度也有不少 还有斯里兰卡 也有美国 我们有合作伙伴 为了巩固跟欧洲盟友的关系呢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紧接着到了西班牙 还有法国去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欧洲行最后一战来到法国 由法国总统最高外交政策顾问伯纳接待 马克宏随后与王毅相见欢 表示两国应加强并深化战略合作 法中战略沟通卓有成效 高层交往成果丰硕 法方高度重视 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大陆外交部表示 中法将在农食产品绿能核能航太等领域合作 另外还将增加直航 有鉴于近年欧盟计划与中国经济脱钩 王毅要各个急迫 事出力多找盟友 近年来中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合作 持续深入发展 中国成为西班牙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橄榄油的第二大消费国 西班牙是中国进口猪肉的第二大来源国 王毅宋大礼宣布取消西班牙牛肉进口禁令 中资企业也能参与西班牙的光电风电建设 另外在电信医疗电动车领域紧密合作 大陆积极拉拢欧洲国家 为的是突破美国封锁 外媒CNA报道 大陆经济放缓 至少有数十亿美元撤出部分外流到印度市场 累计过去一年上证指数下跌约13% 同一时间印度股市大涨17% 超越港股荣登全球第四大股市 对资金的吸引力此消彼仗 TVV也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小学生的寒假作业到了巴黎去 来看怎么一回事 大陆千万网红猫一杯 春节假期在法国巴黎 捡到大陆小学生寒假作业的影片 一po网就迅速登上热搜 成千上万的网友自告奋勇要帮忙找人 但事件却引发一连串乱象 有男子发文自称是学生舅舅 外申读一年八班 结果网友追查学校只有四个班 最后男子开直播承认造假 广大网友追查多日 始终找不到女网红口中的小学生 因此也开始质疑 整起事件根本都不是真的 面对舆论压力 女网红再发影片 眼看风波越闹越大 女网红出面希望到此为止 但官媒央视网对此事件痛批 属于具有煽动性格调不高的新黄色新闻 近期在福建也发生网红风波 2月19号在一场神明出巡现场 男网红变装扮演成神明赵世子 仍旧走在游行主要道路上 接受一旁民众参拜 即便游神队伍中的马夫 向他抽鞭子驱赶 他也不为所动 事后网红被痛批是不尊重 而且冒犯神明 男网红事后出面道歉 但和经纪公司都强调 选择变装和当天移动的路线 都有和官方沟通协调过 但随后当地文旅局出面驳斥 表示没有邀请 更没有收到网红要加入神明出巡的申请 不过在中国的海南 则是出现了机票涨价的争议 海南海口三港 春节收价前塞到爆 路媒实地方查 现在除了过海通道 人在排队 其他道路已恢复畅通 目前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五元河的带渡停车场 已经全部清空了 带渡的车流已经缩短了10公里 但即使停车场清空了 等着出岛的汽车 每天还有上万辆 截至21号上午8点 当天预约出岛的小车总数 约为12700多辆 以出岛的4300辆 等着出岛的人有8400辆 由于每艘船 最多只能载18辆电动车 运能严重不足 当地兴起带牌服务 每小时收费80块人民币 约新台币350 等候时间至少10小时 另外带场船票服务价格 也被炒作至新台币8700 暴涨7倍之多 大陆网友痛批 海南故意拉低过海效率 让8万名旅客 被迫流倒高消费 根本是请君入瓶 最后来个瓶中捉别 年前飞过来机票1000块 年后想回家起步1万块 地价五口玩了几天 想飞侮辱木齐 结果打开购票软件 发现一张票就要1万9 5个人就是10万块 这价格都可以去欧洲7日游了 甚至三雅直飞上海机票 要4.2万新台币 飞首尔京庭上海只要1万3 海南旅客干脆使出迂回战术 改飞韩国反而省好几万 或者先把行李寄回家 搭船过海随便中转到内陆城市 再搭高铁或飞机 交通费至少省一半 这次海南三雅关门打狗事件 旅游形象重创 明年旅客恐怕不敢再来了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东京多了一个新景点 叫做丰州千克万来 在这里不只可以吃到美食 还有24小时的泡汤设施 东京都知事小时百合子 和担任宣传大使的艺人 中村师童共同剪彩 东京丰州市场旁的商业设施 丰州千克万来 2月1号隆重开幕 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朝省 丰州千克万来分为石乐洞和温玉洞两个区域 石乐洞以江湖街道风格打造 聚集约70间来自日本各地的美食餐厅 能够品尝到丰州市场 直送食材制成的海鲜料理 部分店家还摆出新鲜生育片 让客人试吃 章鱼肉串现点现烤 玉子烧也是现点现做 温玉洞提供24小时泡汤服务 八楼设有免费足汤设施 许多家长带小孩来泡饺 十罗展望足汤庭园视野更棒 360度的圆形池一览东京湾美景 另一个特点是 全馆的温泉水都是来自 被誉为日本第一温泉的 香根温泉和汤河原温泉 让游客在丰州就能享受高品质温泉 丰州市场在2018年启用 取代旧有的逐地市场 成为东京人的新厨房 丰州千克万来 原本西欧和丰州市场同步开幕 由于搬迁过程延长 和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延后约五年才正式营业 这一处结合美食丹泡汤的综合商场 渴望替渝市带来更多人潮 丰州千克万来兼具饮食温泉和购物等多项功能 长期研究竹地市场的日本作家福地祥子 记录了丰州市场的创立过程 他也乐观看待这座新商场能够振兴当地观光 产地直送新鲜制作的海鲜汉堡 吸引澳洲游客尝鲜 然而日本人发现千克万来吸引大批外国观光客朝圣 餐点价位却似乎贵上两三倍坑杀游客 例如一份鲑鱼丼要价台币1500元 海鲜丼要价约台币3200元 根本是卖给外国人的观光丼 才刚开幕的千克万来 能否持续稀客还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聊国记我们要带来聊的是科技业跟AI 尤其现在因为AI 很多的科技人都被裁员了 虽然大家解读是 有可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财报 但是的确部分的工作内容还真的被取代 我们先来看到Google了 Google在2023年的第四季 获利了美元207亿 但是其实包括销售硬体工程 在上个月又再裁员了将近上千人 让大家觉得摸出清朝头绪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发布了内部使用的大型语言模型GOOS 但是其实为什么 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这么重要 因为它可以回答跟Google 特定技术的内部相关问题 而且也可以帮助工程师更快的写出这些指令跟编码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会不会这个Google 未来很多的工程师都会被AI所取代呢 尤其全球劳工趋势网就说了 在2023年5月以来将近有4600个工作 因为AI而不保 而且总有159家的科技公司 裁员将近4万2千人 所以现在很多工程师真的还不敢随便乱换工作 因为他们发现说工作现在没有以前这么好找的 像是职场社交平台就说了 调查将近万名的软体工程师 有9成的人都发现 如果现在跟疫情前相比的话 是更难找工作的 而且如果你说今天失业 明天可以找到同等工作的话 也有高达3成2的人是完全没有信心 但为什么AI会取代工程师呢 我们来看到Google CEO的观点 他说AI驱动工具 会把人员编码所需的时间 缩短了6个百分点 甚至大西洋月刊也说 在AI时代所谓的电脑科学 已经不是安全的主修科目了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在AI的时代 工程师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其实就是AI成为热门的 关键字的状况之下 未来有什么样新的趋势 尤其我们来看到世界经济论坛上面说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导入了AI 前景是非常看好 因为非常省钱 像微软就说了 AI可以让客服的成分 省下了将近1亿美元 还有管顾公司也说了 每周可以省下8小时的工作时间 大家更有余裕 而且你可以区分什么叫做工作 什么叫做任务 大家可以更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 但是反复需要操作这些任务型 就可以把它自动化 而且像是这些文书处理的任务 未来可能都交给AI 或是相关的电脑助理来做工作了 还有第三个 AI恐怕会引发失业危机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师 很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 所以所谓的不被取代的技能 对员工来说是非常重要了 要如何适应力加 而且具有快速的学习能力 已经变成未来企业的选材依据 还有AI会扩大研究跟应用规模 刚刚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Google自己内部 也有所谓的语言模型 很多的公司现在也都在发展 这样子的情况 像是麦可锡的合伙人就说了 如果2023年大家说的是AI的前测年的话 今年就是AI实际落地的一年 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AI工具 但其实现在游戏产业里头 也面临挑战 我们说的是AI挑战 但除了AI的挑战之外 当中如何推陈出新 也变成他们需要来马上解决的困境 玩家以第三人称视角和岛屿上一群超过100种 各自拥有独特技能的生物帕鲁们 战斗捕获和养成 这款设定为开放世界 叫做幻兽帕鲁的动作冒险生存游戏 是由日本一间2015年成立的游戏开发商Pocket Pair所推出 今年1月才发行就在全球爆红 不过打从上线前 这款游戏就因为抄袭一律而掀起话题 还被戏称是拿枪版的宝可梦 我认为是很想念的 但我认为是在发展前 有点谈话 我认为是在某些电影中 有点谈话题 我认为是在某些电影中 究竟是对宝可梦致敬还是侵权 东京正名在科技业工作 同时也是电玩玩家的工程师 在实际玩过之后认为 幻兽帕鲁给予一种不同于任天堂传统的体验 再以销量来做比较 幻兽帕鲁在开卖的8小时内 立刻突破百万销量 至今一个月已经卖出将近2000万份 而任天堂Switch平台的宝可梦系列 修量高达2000万到2500万份 却是用了三到五年的时间 但如今两款游戏相似之处太多 也引发外界疑虑 发行宝可梦的游戏大厂任天堂 会不会对幻兽帕鲁的开发商出手提告 对此业界分析师怎么看 就在关注抄袭争议的同时 全球玩家们也在敲碗 被评为日本最畅销游戏主机 发售至今已经7年的任天堂Switch 今年推出第二代新机的可能 但这周一却传出 Switch2的上市时间很可能要延后到2025年 官方不予置评 当天任天堂股价则暴跌8% 竞争对手Sony则在不久前公布最新一季的业绩表现 第三季获利大增10%突破30亿美元 营收年增22%刷新记录 但这间游戏大厂同样面临到游戏机买气降温的困境 同一天Sony把今年度的PS5全球销售量 大砍400万台到2100万台 反倒是旗下的金融 电影和音乐事业有更亮眼的表现 不被日本企业抢虚风投 美国的娱乐龙头迪士尼 也宣布新的游戏计划 包括砸15亿美元 投资当红游戏要塞英雄的开发商Epic Games 合力开发全新迪士尼宇宙 让玩家能够跟知名角色互动 另外迪士尼还要推出体育电视网ESPN的串流服务 预计明年8月上线 若不玩游戏的人 或许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喜欢看旧片看老片 但其实在串流平台上 现在已经是大家看电影或是看影集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像是尼尔森就说了 在2023年的串流媒体年终回顾当中 美国观众看串流节目的时间 比前一年增加了21% 哇你可以想像是一个多长的时间吗 就是2100多万年 而且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成长超过两成了 但是你知道哪部片大家最喜欢吗 其实这种老节目反而是更受欢迎 第一名的就是吴赵律师 总观看时间达到了577亿分钟 当然我觉得这个结果我是觉得蛮讶异 因为我本来以为是会是六人型 但是其实现在在串流平台上还是大者恒大 Netflix还是持续称霸串流服务 甚至有全球观看时数前10名的作品 有7部都在上面播放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也都会持续的盯在串流平台上 像是儿童节目的重复观看率是最高的 再来回到台湾 我们要来关心到是它的食安状况 这个夏威仙老牌的零食用到了这个致癌物质当中 有效期限在2024年的9月8号到10月2号这个批货 这36万包都要特别注意 员工从输送带爆下一箱箱夏威仙 一早就准备出货 而一次问题辣味夏威仙则是堆叠在厂房旁 数量好几十箱 苏丹红辣椒粉风波再扩大波及老牌的玉绒食品厂 苏丹红辣椒粉现在连老牌食品也中招 制作成夏威仙香辣口味 总计有36万多包 含有致癌物苏丹红辣椒粉有8公斤流向玉绒食品 业者已经制作成3万多公斤 总共366000多包香辣口味的夏威仙 仅1300多包库存 其余都已经流向卖场通路 卫生局紧急责令业者通知全国通路下架回收 而有疑虑的产品有效期 在今年的9月8号到10月2号 高雄各卖场在20号下午已经下架了1236包 有效的产品是夏威仙的香辣口味 那其他的产品呢 这次并未受到波及 所以消费者可以安心享用 有效日期是9月8号到10月2号的吗 20249月30 新竹市卫生局鸡查各卖场超市 等13家的实体通路 下架1827包辣味夏威仙 将会进行回收退货 至于苏丹红辣椒粉源头 也出货25公斤 到高雄马尔市贸易公司 部分原料制作成19项的调味粉 下游通路完成下架回收 含苏丹红辣椒粉流向追追追 现在连老牌零嘴夏威仙 也成了受害者 TVBS新闻 陈世民 徐季宏黄小琪 高雄新竹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